很多朋友來旅行時都會像我一樣 順便去中環看錶 買錶 這個視角大家都熟悉了 就是下了火車之後 走過這幾條通路 就去到Bordway的地方 一個我形容好像葵廣的商場 有一點up-up的地方 就去看錶的 一直走進去的時候就再說了 到處都可以吃東西 走走 第一次來的朋友 直接走就行了 不需要被左右影響 因為有時看到壽司店或其他地方走走 可能不知走到哪裡 走到來看見不到的牌 寫著Nakano Broadway 就對了 看見好像沒有錶一樣 其實錶在裡面 走進去就可以了 走進來也不是要介紹什麼錶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熟悉的 不過最新的價錢報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可以 不過到來也看到最新的價錢 其實有一點點離地 譬如這些金礦的價錢 也有點離地 Anyway 當作參考一下 看沒有底的東西 不過暫時就看不到 下面那一層沒有什麼好看的 正常會上來上面看 一定會看的 在上層的 就是牌頭 頭位就是龜吉 進去看看 其實那些東西 你說便宜不便宜 就不一定 Anyway 進去也免得說這麼多 先讓大家看看 是否有些人 在那裡 在那裡 看到 左邊 沒有別人 誰 都沒有 好 他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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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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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